當然這個地方出國也有一些事情出現 我們看這個阿涵鏡上說 佑伯其多尊者 有一個弟子 在公修的時候經常不參加 那麼時間長了佑伯其多尊者說這不是辦法 就把他叫過來說你為什麼修子官都不參加 他說報告師父我真的出國了 我真的出國我不管怎麼樣 但我十四世自然了勝托死 所以我也不著急 佑伯其多尊者說好那你跟我來 我帶你去街上走一走 佑伯其多尊者帶他去街上看了說 你看這個人被五花大綁 準備要被殺頭 這個人真的出國了 他是他過去的罪業 因為他有罪業了 當然出國不可能犯罪 但是被誣告 就犯了殺罪 那麼後來看完以後 他又到了一個鄉村的地方 看了一個小孩子在地上玩 身上斬滿了龍窗 這個窗上很多蟲咬他 然後這個小孩子也真的出國了 但是他的罪業還是在 他不斷惡道 但是他人世間還是有一些苦惱的事 那麼他的弟子一看到以後嚇到了 回去以後就乖乖做早晚課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要說明一下 記者論說一個人放棄生命主宰人 他的煩惱活動跟我們不太一樣 煩惱輕薄就好像說 他的煩惱活動他也有貪欲也有稱呼 但是他的煩惱就像熱鍋上滴幾滴水一樣 他很快就能夠覺悟 不像我們一直想要掌控人生的人 當我們有這種主宰性的人 煩惱一活動就特別的堅固 就是說你放棄了對三界的主宰以後 你的煩惱就輕薄很容易對峙了 因為我界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先斷我界的煩惱 然後再慢慢斷貪愛的習近